国内最大的路跑盛会台北马拉松 今天清晨在大雨当中开跑 即使雨势一直没有减缓 还是没有交袭跑友的热情 共有四万七千位的跑友们 帮忙参加创下了时尚新高 随着枪声响起 跑者们不为雨势大步的向前冲 最后呢 全程马拉松的男子组跟女子组 都是由肯亚好手率先抵达终点 夺下了第一名 至于国内的第一 则是金门选手何敬平 还有近赛两年 刚回到跑道上的老将 请不吝点赞